首製香可以抗抑鬱 90 後香藝師開舖 傳承香港製造 香港的名字由香而來 但昔日是香港製香的工廠 今日大多數都搬去大陸 要怎樣保存香港製香這種傳統文化 或者要靠它了 做香就是這樣 專注自己身體的動作 我有沒有做得對 90 後的Aaron 因為一次偶然經過寺院 從此對香就產生濃厚興趣 主要是因為有一間香袍集粒 我買開那個品牌集粒 我很擔心會不會有朝一日 香港沒有香袍 所以我沒有香袍怎麼辦 我就要自己去做 兩條不一定要同一個長口 最好同一個長口 就是這樣 自己看在Youtube 提書自學10年前 成功製述人生中第一之香 之後還創立港香堂 開辦香藝班傳授製香技巧 很簡單 三隻手指 然後放中指和食指之間 然後旋轉 沾沾向自己 一個順時針 一個逆時針 上、中、上、中、下 這樣已經分開了 浪費了它 很貴的 製香這麼多年 最開心莫過於大家聞香之後 感到壓力消除 睡得好了 這是令它繼續製香的其中一大動力 對保留香港傳統文化 它擁有一份同靈人母價執著 和堅持 結果一次又一次 做出令自己滿意的作品 例如我要研發一些香的時候 我做不到我的效果 有時真的要研究整個月 有時真的很想放棄 但又想想 我都做了這麼多 不如走下去吧 我經常覺得 只要你咬牙關 但另一邊相 眼見人手制向前路難行 本地手工藝還會不會見到將來 文化當然是由自己人傳承 難道是靠外人呢 文化你自己人都不去傳承 那由誰去傳承 由外人去傳承 是沒有了意思的 未滿分的都給你過骨 第三支就不用你過骨 真的我太慢了 所以是要換幾次磨機的 來這裏上課的 還有些是快將離開香港這片土地的學生 為何他們移民之前 特地來上課呢 因為很多同學知道 為何香港叫香港 就因為鄉 他特地去英國之前 他們就來學一堂鄉 這是一個 identity來的 我們是香港人 關於懂得做鄉 未必是因為愛為因素好 你才繼續做 反而是你自己的堅持 你才會見到希望 不是因為見到希望才去堅持 所以怎樣都好 我會繼續做好這個 我們鄉文化的保育下去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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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